现在你可以发现 各方尤其是这个 不管是民众党也好 或是民进党也发生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 就开始在质疑蒋市府 台北市政府在这件事情处理上 是不是慢半拍 我们先来听听中央的说法吧 这是王碧胜 在昨天一大早的时候呢 他是在行政院会之前 他接受媒体访问 他提到了26号才收到台北市的通报 不过接着在院会上 他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说23号收到新北市通报 24号台北市也通报 换句话说 那就是24号 这台北市府的说法 24号呢 就已经通报中央了 那中央双北市的通报也都收到了 可是没有想到 在昨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 卫福部召开了 临时记者会 王碧胜居然又改口 说是26号收到台北市的通报 在他的脸书上也po出来 他也说郑重更正 324是接到新北市政府通报 食物中毒案 非台北市通报 325 食药署有打电话到台北市政府 问调查状况 还维持先前两位病人通报 所以王碧胜改改改 一再改口 那光是这个日期呢 翻过来倒过去 前后不一 反反复复 我等会要请问说 王碧胜究竟在干嘛 但是我必须讲 他被他长官卫福部长薛瑞源给完美打脸 因为许晓芯直接问薛瑞源这个时间序又没有问题 319到323有民众在保龄查室用餐 324新北通报台北中央台北市政府第一次机查 325台北市第二次机查 326的时候台北市第三次机查 这一次是中央一起加入共同机查 同时勒令停业 327所有的分店勒令停业 所以他问这个时间轴 请教部长有没有问题 薛瑞源说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时间序 那不是完全就打脸了王碧胜吗 所以王碧胜这样绕口令 绕过来绕过去 他到底在干嘛 我当然认为他是在配合K奖产业链 本来我还觉得说他搞不清楚状况 可能他没有 就是显然也不够用心 然后没有把整个的事情来龙去末给查清楚 然后就贸然的去跟 这个所有的这一些记者们发言 那等到说到了行政院院会的时候 看到台北市政府的报告 然后才在行政院院会之后赶快改口 可是改口之后 下午的时候 我必须说我认为上午可能是 搞不清楚状况 但下午因为听到了吴思瑶开始指控台北市政府了 所以就必须要立刻的来改口 而且改口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昨天晚上这一场记者会 充分说明了是如何的以 人命作为踏板 然后去打击政治上面的异己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可恶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那当然我觉得吴思瑶期 从头到尾说的话里头 他就搞不清楚这件事情的状况 确实我们知道说现在呢 所有这一些案例当中 就这些案例当中呢 都是19号到23号 然后到保龄茶室去用餐的 但是真的知道说保龄茶室的 确调条也好 或者是板条也好 有问题是什么时候呢 是26号的傍晚 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 因为26号傍晚那时候就传出来说呢 就是在这个台北市东区 然后那时候还第一时间传出消息的时候 还没有讲说是星光 还没有讲说对不起 还没有讲说是原版A13 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没有讲保龄茶室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说两人这个失误中途 然后呢一人死亡 当时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大概是下午 差不多5点多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 我那时候就非常的震惊 就开始一直follow这一则新闻 在那之前有人通报吗 没有人通报 那当时整个的情况都是等到 因为26号新闻箭报 对不起还没有箭报 是网路上面出现这个讯息 然后就开始一直广传一直广传 你要记得26号礼拜二的时候 那时候广传呢 其实有两个同时广传的新闻 一个就是小林的红麴滋药的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巴尔迪摩的撞桥的那个事情 都是同一天发生的 好 那那时候呢 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 这一个保龄茶室的这个案子 我就一直在说在哪里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们一般所熟悉的食物中毒 大概通常来讲就是拉肚子 你说弄到说病危这件事情 然后乃至于死亡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我当时就是把那个细节关注的很清楚 他是22号用餐 然后呢当天下午管间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 不舒服了之后呢 然后他就去医院 就医院呢 诊疗了之后呢 就给一些点滴治疗啦 还有给投药啦这样 他的状况稍微好转了 然后医院呢就跟他讲说 你可以出院了 我想一般人也觉得这个时候该出院了 就出院了 出院了之后没想到隔天 也就是24号的时候 他就突然觉得说 哎呀身体更糟了 然后呢就赶快再去马街医院 结果这个时候呢已经发现的 他的肝衰竭的状况极为严重 而不幸过失 所以他的死亡时间是这个样子 那26号新闻出来了之后 其实我们后面的所有的病例才开始出现 而且这些病例呢 其实很多第一时间 根本没有连接到保龄茶室 最明显的例子是台南 现在还在加护病房 很不幸的这一位妇人 她呢是21号的时候 在保龄茶室用餐 然后之后她回到台南之后 她觉得身体不舒服 然后她就附近诊所啦 然后她是隔天之后 然后才去就医 那等到她去就医完了之后呢 然后这医生说不行 你现在那个肝指数太高了 然后赶快去转到台南医院 然后转到了台南医院之后呢 其实她很快的进入加护病房 然后在急救当中 新闻出来了 26号新闻出来了 其实这个医生真的很有警觉 她就去问这一位女性说 你是不是有到保龄茶室去用餐 你知道第一次那位妇人还说 没有啊没有啊 一直到了隔了一段时间 她突然想到说她到台北出餐 然后她有到保龄茶室 然后她想说她吃醋 所以她就到保龄茶室呢 就点了餐 那这件事情呢 你看哦 我刚刚讲的那个过程 你有没有发现到说 其实那个妇人都还等到了隔天才想起来 对 所以台南有两个案例 但台南市政府什么时候接到通报 都是27号接到通报 换句话说 这些病例其实都是在那个 第一个死亡案例之前 但是他们接到通报的时间点 都是27号 也就是新闻出来了 大家才发现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细节 那么注意的那么清楚 因为我发现它有一个 跟过去我们食物中毒很大的不同点 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吃坏了肚子 一定隔两三个小时就开始拉肚子 你就会立刻连结 说这家餐厅出了问题 或者这个食物出了问题 你会立刻连结回去 可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病例 它可能是隔天 对隔天才发现病情变严重 可能只是不舒服 可能恶心这样子 可是等到隔天 她才发现说 好像状况变严重了 才去就医 里面我看过有一个病例 甚至于隔了三天才去就医的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 根本不可能去通报 那无事要讲这件事情 它的目的就很简单 就是要K讲万安 我不是说台北市政府不能命 其实我对台北市政府 是有意见的 因为它第一时间的反应 对我来说是有问题的 我等一下会讲细节 为什么我认为它有问题 那么因为那个科长回应得很糟 可是你不能够用不是事实的东西 然后来做这件事情 你如果拿出的是事实 我觉得很好 因为它会求进步 可是如果你拿这个错误的讯息 用造谣的方式 你只会让整件事情模糊化 然后让整件事情的核心重点 改善重点 通通都没有办法看到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这边也订了 N喜安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